太极拳 千变万化 有各种不同的套路 器杰 对练 散打 推手 推手当中还有很多变化 所谓是太极拳 千变万化 好像一棵大树 由树干 大树干 小树干 小树枝变树叶 千变万化就好像是树叶 那么万法归一 归到什么地方呢 很多小枝 小叶 主干最后变成一棵树 都是从根上发起来的 我们太极拳的千变万化 归到一个运动体系 这个运动体系形成单贴为核心 全身 各个部位做的都对 才能形成这个核心 全身和丹田 相复相成 全身都来支持丹田 形成单贴的核心 丹田又能带动全体 丹田动 全身都动 一节一节 一个关节 一个关节 贯穿起来 一气贯通 如果是 哪个地方动力多了 或者动力不够 都叫运动当中的误差 每一个误差 都会影响 任期的运行和流量 同样 缩小了误差 就会增强 任期的流量 一个运动体系 三种运动形式 来鉴别动作的准确性 发现自己的误差 一遍一遍地练习 缩小自己的误差 增加任期的流量 太极拳的水平 就会提高 先讲一个运动体系 再讲三种运动形式 然后 概括了整个的套路气节 不管是快的动作 慢的动作 不管是穿绷跳跃 发劲的动作 都离不开 这一个运动体系 三种运动形式 在套路当中 我就讲 哪一点 是第一种运动形式 或第二种 或第三种 第一种运动形式 当天 主要是 左和右的旋转 当天旋转 影响了 躯干 变成躯干的蝉丝 躯干的蝉丝 躯干的蝉丝 影响到肩肘手 这在往左转 这在往左转 往下 躯干的蝉丝丝 当天旋转 影响到 蝉丝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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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 和手这样转的蝉丝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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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 蝉丝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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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 栽到丹田,一开,祈祷手指,一关,祈祷丹田。 又叫阴己生阳,阳己生阴。 我们的运动是在一个太极球,在这个范围,不要超出这个阶线。 气走到手指,手指发热,发胀,正好也到了太极球的边缘,叫阳己,不要超过这个极限。 在这个极限就变,阳己生阴回来了。 去从肘,肩,腰,淡天。 到这个范围呢,说阴己。 如果继续再走呢,又超过了极限。 保持中定,阴己生阳,又从命门到背,到肩,到腰,到肘,到手。 阳己生阴,手,肘,肩,腰,到丹田。 这是丹田会叫的宝马。 到了阴己,阴己生阳,命门,背,以中心,从背到肩,到肘,到肘。 阴己生阳,整个是在这太极球里头运动。 在这个范围里头,走过了也不要紧,但是知道这是过了,这是误差。 走的不够也不要紧,这是误差。 一定要明确什么是标准,什么是误差。 怎么来说小五叉? 第一种运动形式,蚕丝的运动形式。 丹田左右旋转,手好像开关。 从丹田转往上,通过躯干到了肩肘手, 往下到了缓细缓。 一个海心带动上下,一动全动,接接贯穿,一气贯通。 第一种运动形式。 第二种运动形式,比如说骑士。 一气贯,一气贯,一气贯。 没有禅思。 丹田是前后旋转,没有左右螺旋。 丹田前后旋转仍然是核心。 胸、腰、腰、腰、胸。 互相运化、折叠,保证丹田核心的地位。 仍然是带动上下,但是运动的形式不同。 对丹田为核心。 这个运动体系不变。 运动形式有差异。 运气的方法也有差异。 没有禅思,没有大指令和小指令。 那么,起的时候,丹田的影响,好像波浪一样,波起来了。 起往手上去了。 落的手,好像回朝一样,起回来了。 开的手,起往手上来了。 合的手,起往丹田来了。 还有人说,我开的手,起往手上来了。 我落的手,气还在手上。 你看,如果这样落呢,气没有回归的路线,当然还在手上。 落的手呢,要给它回归的路线,它就落下来了。 如果你定到这个地方,气是回不去的。 给它回去的路,它就回来了。 。 胸要折叠运化。 丹田前后旋转。 起的时候,起往手上来。 落的时候,起往丹田来。 开的时候,起往手上来。 合的时候,起往丹田来。 这是第二种运动形式。 第三种运动形式。 阳变阴,或者阴变阳,转化的时候。 丹田转了四个方向。 前后左右,或者后前右左。 这个我说。 禅师公第一个手法。 从左往右,转得很远很大。 但是这是右转。 这是第一种运动形式。 到了极限。 右,后,前,左。 右,到了极限。 后,变了。 前,变了。 左,变成了。 央,变了一。 所以,本来起往手上走的。 回归,回归,回归。 变阴到这个手。 请通过肘肩到了腰。 就是阳变阴。 阴。 不管左手,不管右手是一样的。 或者,阴变阳。 这是阴。 小字旋转。 先往单列的阴。 阴变阳。 左,后,前,右。 阴。 小字转。 西往单列的阴。 极限。 变阳。 刚才是阳变阴。 现在是阴变阳。 不管是左边, 也不管是右边。 不管是阳变阴。 不管是阴变阳。 阴变阳。 都是第三种运动形式。 还有, 单手的和双手的。 双手的同时变。 左手伪扬, 起往手上走的。 右手。 右手。 先往单列方向去的。 同时转变。 左,后,前,右。 阳变了阴。 阴变了阳。 同时变化。 单列转了四个方向。 阳同时变成阴。 阴同时变成阳。 第三种运动形式。 不管是左手。 不管是右手。 不管是阳变阴。 不管是阴变阳。 转化。 都以第三种运动形式。 那么整个套路当中呢, 我就按这三个运动形式来定论。 定论当中有些很容易。 比如说, 这个很明显。 阳变阳队往上。 单列往左转。 很明显。 单列转了四个方向。 第三种运动形式。 这个也很明显。 第一种运动形式。 比如说上部的时候。 这也是有胸腰折叠运化。 有左右旋转。 可是胸腰折叠运化的成分比例不同。 可能占百分之八十的胸腰折叠。 百分之二十的左右旋转。 某人看好像是第二种运动形式。 像这样的, 就比较肺叠脑筋。 肺叠脑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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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